DQC官网上面有一个什么 认证效益这个页面 就是考生见证 那这个网页里面其实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有六页 当你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你不用先抓六页 你先不用管 你先抓一页 你一页抓得下来就OK了 然后你再去思考说 那你要怎么抓六页 在做这个之前 你也先不要想说抓这些 总共有几个 这样是十二张图 你如果先可以抓一张图 那你就有第一步就踏出去了 OK所以 第一个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如何抓取某个网页的第一张图 那我这边有一个练习题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第 第几个 就是在 0609的这边 那请各位这边有个网址 抓施政隆这张图 然后并且把它存在哪里 存在你的根屋底下 OK就这一张 那首先当然你要先知道什么 这张图 它到底放在网路的哪个位置 这个意思啊 它不是存在网页里面 它是在网页里面 会告诉你那个网址在哪里 所以你只要知道网址 那个网址里面包含就是这张图的名称 网址加上图档的名称 可能是点JPG嘛 所以你只要把那个讯息找到 放到里面来就OK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在这边我有提点 那首先的话我要知道说 这个图档在哪个位置 就这张图 那我怎么知道是这个位置 主要你可以怎么样 按滑鼠右键吧 然后怎么样 那不是叫你用那个几个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其实是这种 复制图片位置 其实应该就最快 我看一下 复制 按右键这边有格 复制图片位置嘛 然后复制完之后 把它贴到祭祀馆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个网址了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 要去抓某一张图的位置的话 你不用看原始码 不过如果你想要看原始码也可以 原始码怎么看 按右键检查 可是 这个方法应该没有刚刚那个方法更直接 有没有 OK 那如果按右键检查 那检查你会发现 这边也有嘛 Email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假设按右键检查 得到的结果 其实就是第一个 它会在两个标签 IMG 对不对 第二个它哪个属性 SRC 这一串 有没有 那第三个的话呢 你必须把这个网址 你必须把这个网址跟这个 把它串到哪里呢 串到这个的前面 并且加一个斜线 加一个斜线这边才对 OK 你才有办法得到那个网址 所以刚刚那个方法比较快 可是将来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可能还是需要用这个方法 因为我需要先抓到IMG标签 有没有 然后再加上找到它的SRC属性 里面的那一串文字 那我才能够知道说 它在这个网站里面的这个位置 那把这张图抓下来 OK 好了 所以我们先不要那么复杂 我们先用刚刚第一个方法 按右键 复视网址连结 OK 这边有位置 图片位置 这个 然后第二步的话呢 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位置用什么呢 很简单一个方法 一样用什么 用request.get 这个不用动 那request.get 之前我们本来是给它一个网址 但是这个时候我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图档 你想说 MOS不对 你不是要给一个爬虫吗 你跟我讲 如果你今天给一个是一个图档的话 它也会帮你把那个图档全部抓下来 OK 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它会是二进位的档 这是Binary的档案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前面两行是抓 所以特别注意哦 request.get还蛮好用的 它除了可以抓网页 还可以抓图档 甚至以后还可以抓别的东西 只要它放在server上面的东西 通通可以抓下来 OK 所以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哦 是图档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如果存档 存档还记得吧 之前存那个CSV不是有三行 其实跟各位讲 存图档一样是三行 只是说有几个地方 不一样而已 所以你要特别说 你把那几个地方记起来 以后你要存图档 一样可以照办 那你要说老师 我要存别的档案 可不可以 REIP档也可以啊 你就把副档名存成点REIP就好了 REIP也抓下来了 OK 所以同样方法哦 要怎么做 首先跟各位讲一下 上面两行是抓那个图档 下面三行 就这三行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三行应该事成相似吧 跟那个存CSV很像 之前我们是存什么 Rant.CSV嘛 那只是说我要存图档 我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intro01 点JPG 特别说 副档名一定要给他 而且是要给图档的副档名 你不能不给 不给的话 他将来不知道用什么程式帮你开 OK 然后后面有个关键 前面我们给的参数是什么 W 还记得吧 W就是写 但是这里的话 你想说 为什么老师多的 有个B B的话就是Binary Binary就是二进位档 因为图档 它是一个二进位档 如果你假如用编辑器打开一个图档的话 它里面会是0101的状态 有没有 OK 所以它是一个二进位档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存成图档的话 记得用WB 记得用WB 这个可能记一下 OK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Gate的东西 前面我本来的变数名称我本来取叫HTML 不过因为它是一个图档 所以我办一个名称叫IMG的变数物件名称 这个物件里面如果你要取得它里面的资料的话 特别是前面我如果是网 因为原始码是点TEST 那这个地方记得改一个属性 叫点CONTENT OK 也就是说这个图档里面的所有内容 那你就把它怎么样 把它写到这个图档里面去 Write就OK了 所以把这个图档写到这个JPG里面 那最后close掉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网页里面的那一张施政笼图抓下来 OK 试试看 所以应该很简单吧 两个动作而已 然后记得先存 把这个Python先存档 我把它是另存一下 存在哪里呢 存在我的C碟底下的Python2022 OK 把它存档 那接下来我就run它一下 那run完之后的话 你会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那表示已经存好档 然后存档我们来看一下 我会把它存在哪里 存在C碟的这个目录底下 那底下应该修改日期好了 这边有没有 intro01这个 那如果档案的话是34k吧 点开来看看 有没有施政笼先生出现了 所以抓图档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其实应该抓图档应该比想象中 应该比想象中还要简单一些些吧 就这个方法 OK 那你要抓ZIP档也是一样的方法 OK 其他方大致上都差不多 那接下来会遇到第二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要抓的不只一张图档 那该怎么做 比如说第二个 所以按部就班 如果我今天这个抓下来了 那你们可以再试着抓了嘛 考生见证 这边有几个 十二张图 那当然你不要先不用管有六页啦 你先管先一页 一页抓下来 另外六页应该也大概类似的方法 OK 那所以一样 你先需要知道什么 那个图档的位置 所以图档的位置 刚刚讲过的按右键 这边有个什么 复制图档的位置 有时候要分析一下 那一样你可以怎么办 把它贴到这里 就这一张 但是它的名称叫什么 叫这个 不过有时候你可能要抓它的规则 143 那它这边144吗 复制网址连接 如果它有规律的话 你只要找到规律 那你就加一个 143 隔壁变133 然后呢 然后在这个呢 这个会变13 应该再来的话这一张吗 那有规律吗 我不确定 这个也是一下 所以我没复制到 复制网址连接 也就是你要把这个规律给找出来 所以要变226 是什么 OK 所以显然 它应该 这个就没有办法规律 所以你要怎么办 你要找出规则 如果它有固定规则 比如说第1章是123456 这样OK那你就简单了 但是如果不是 那你就要再去找方法 OK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其实也没有很复杂 反正你就是找到它里面按右键 如果刚刚的话不可以 你就用检查 那检查的话 一样去找到什么 找到这一个东西 里面的那个图档的连接在哪里 你会看到 这个网页好像就特别复杂 有没有 那你像 看有没有IM区 如果没有 你可以用Ctrl F 试试看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施振荣先生的照片 先抓下来看看 OK